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情痛苦 脸上渗出了绿豆般大小的汗珠 经过诊断 医生判断 他的胆出现了某种问题 几个小时后 主刀医生约翰尼斯 小心翼翼地切开了患者的胆囊 眼前的景象就连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无法理解 患者的胆囊里竟然长满了像石头一样黑褐色的东西 这场手术距离今天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当时的医生根本不明白 人的胆囊里为何会长满了黑褐色的石头 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产生的呢 现在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清楚 这位患者的疼痛啊 它是属于吃出来的毛病 而且哪怕是到了今天 很多人呢 恐怕同样会遭遇这样的问题 天气转冷之后啊 我们大伙的胃口好像都突然打开了 这饭量不由自主地就增加了不少 好像真的是在为过冬来积蓄脂肪 大家伙呢 总是形象地说 我们这是在贴标 这胃口好 吃的自然也就多了 随之而来就出现了两个烦恼 一个是 但凡吃上几顿之后啊 马上就觉得 我这肚子就凸显出来了 这腰围就开始变大了 过去买的裤子根本就穿不上了 那种啊 只吃不胖的人 真的是让我们太羡慕了 又特别的嫉妒 那第二个顾虑是什么呢 吃多了之后 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 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现在不是流行那么一句话吗 但凡是美味的 我们喜欢吃的食物 一定是对健康有影响的 这句话说出来啊 跟开玩笑似的 可仔细一想呢 确实很有道理啊 鸡鸭鱼肉 这种蛋白质好不好 但是绝对不能无节制地吃 否则对我们的身体 会带来很大的损害 那么高油高脂肪的食物 绝对是所有食品当中最美味的了 红烧肉肥而不腻 拌大米饭多香啊 刚出锅的油条油饼 那真的是喷喷香啊 但是您敢多吃吗 谁也不敢多吃啊 不仅仅是怕胖 真的是怕我们自己的身体啊 完全承受不了 更不要提什么炸鸡汉堡 烤鱿鱼之类的 这些食物都很好吃 我也非常爱吃 但是吃多了之后 我们的身体可能真的承受不了 有的时候碳水吃多了 马上就会出现浑身乏力嗜碎 这代表我们的血糖在迅速的升高 长期保持这样的饮食习惯 三高一定会照上门来 人体当中的心脑血管系统 我们的消化系统 各个脏器可能大大小小的都会出毛病 最终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这就是吃出来的问题 吃出来的疾病 合理健康的膳食 讲究的是一个平衡搭配 脂肪 碳水 蛋白质 每一样都不能少 但是要总量进行控制 那我们一谈到 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一个词 胆固醇 好像这个胆固醇 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杀伤力 真的是如此吗 胆固醇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什么时候 开始认识到这种物质的呢 胆固醇的发现 与一种疾病的治疗 有着密切的关联 那就是胆囊炎 1676年 欧洲已经出现了一种 治疗胆囊炎的方法 切胆手术 可惜的是 虽然约翰尼斯医生 第一次发现 并记载了胆囊中的黑褐色物质 可由于当时的年代 医生们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 就连这位手术经验 就连这位手术经验丰富的医生 也无法解释 他到底是不是石头 他们又为何出现在 人的身体当中 直到18世纪后期 受化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影响 欧洲对于 脂类化合物的检测手段 逐渐丰富了起来 于是 很多人开始研究起 此前让人们备受困扰的 胆囊黑褐色石头之谜 第一个取得实际成果的人 是一位名叫 德拉萨尔的法国医生 他对这种像石头一样的物质 进行了化学成分鉴定 发现胆结石里的成分 主要是一种脂类化合物 这种脂类化合物 与当时人们所认识的那种 由肥肉堆积成的脂肪 还不太一样 它的质地非常坚硬 断面呈半透明状 看上去似乎像是一种 与蜡类似的物质 是一种从未发现过的东西 这种物质究竟是什么 又会给人类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 就可以把胆结石 解释得一清二楚 但是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 人们根本不可能 从根源上去了解它 当时有学者进行了 一番思考之后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人体自然是不会产生辣的 但是保不齐 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 食物当中含有 类似辣这样的物质 但是它在我们人体当中 又不会被消化吸收 所以通通地汇聚到了 我们的消化系统里面 慢慢地就变成了结石 这个理论您别说 听起来让人感觉 还是挺有道理的 但是它有科学依据吗 没有 只是一个猜想而已 那么揭开结石秘密的人 是谁呢 是法国的一位化学家 他的名字叫西弗洛尔 从1815年开始 他就致力于 研究胆结石的产生 他一直有一个疑问 这种像蜡一样的物质 到底是从人体外面进入的 还是人体自身就会产生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和实验之后 他发现 哪怕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都会包含这样的物质 所以他认定了 如果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的话 那么它绝对不是来自于外界的 而是人体自然产生的 是人体生命的一部分 后来他将这种物质 命名为克莱斯汀 克莱是胆汁的意思 斯汀就是固体 西弗洛尔在1868年8月份的 法兰西科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之上 将自己的发现和观点 公之于众 西弗洛尔的研究 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 由于这些黑褐色石头的主要成分 是像蜡一般的物质 因此 很多医学研究者揣测 这些石头 很有可能正是由蜡一般的物质 也就是胆固醇形成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不管这种石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 那就是它会让人无比痛苦 因此 相对于胆固醇究竟是如何在体内变为石头的 大家更想知道 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 才能让这些石头消失 在人们刚刚认识胆固醇这种物质的时代 医生们甚至无法搞清楚 胆固醇是如何跑到胆囊里去的 更没有办法找到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有的病人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只能病急乱投医 各种偏方都要试一下 有一种方法 就是让病人吃啤酒炖猪蹄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 这样就可以排除体内胆结石 可是这种偏方过于油腻 往往会引起更严重的胆脚痛 这种折磨人的疾病 让胆固醇给大家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 可是也有一个问题 让医学家们想不通 胆固醇这种物质 如果是个坏东西的话 为什么我们精密的人体系统 还会给它一席之地呢 这个问题 别说当时的人很难回答 就连现在 很多人也还是说不清楚 于是又过了三十多年 直到十九世纪末 一位药理学家的偶然发现 才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了胆固醇 这位药理学家的名字叫查尔斯·欧福顿 他平日的工作就是研究药物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在1899年的时候即将进入二十世纪了 此时的人类对于自身的了解相较于一百多年前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 人体是由非常微小的一个个细胞共同组成的 但是这些微小的细胞 它们是怎么工作的 新陈代谢的整个循环 是如何通过细胞来最后完成的 我们的人体又是如何被细胞构建起来的 这些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小问题 当时的人们也是一知半解 包括查尔斯·欧福顿在内的很多学者 就会经常性地研究人体的细胞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欧福顿无意中发现 细胞膜当中居然包含有胆固醇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胆固醇会存在于细胞膜里 此后 法国化学家西弗卢尔将这种从胆结石中发现的 之类物质命名为胆固醇 从此这种被人们猜测是石头还是蜡的物质 有了正式的名字 之后的时间里 除了查尔斯·欧福顿发现细胞膜中含有胆固醇以外 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突破性的研究进展 这显然是一个有挑战的课题 德国化学家温道斯在导师的引导下放弃学医而改学有机和生化 这种契机也促使他开始专注于胆固醇的研究 而这一研究就是漫长的三十年 1904年当温道斯开始研究胆固醇的时候 从学界传来了一个消息 胆固醇有可能会引发心脏病 这个现象是一位叫做马尔上的德国病理学家发现的 在对一名因为心脚痛不治身亡的病人进行解剖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了一个死前从未关注到的现象 这名病人心脏上的血管看起来跟健康的人不大一样 健康的人体血管它是平滑的 但是这具尸体的血管当中 血管壁上出现了很多米粒一样的东西 它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血流不畅 甚至堵塞血管 如此一来人的心脏得不到血液的供给 自然也就会出问题了 马尔上并不了解 这种小颗粒是怎样出现并且汇聚到血管当中的 但是现在我们都明白 这其实就是动脉周样硬化 动脉周样硬化说的就是 在我们的血管壁上会出现这种米粒大小的颗粒 它会阻碍血液的流通 导致心脏出现问题 那么这种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到底是什么呢 揭开这个谜团还得靠温道斯 为了研究胆固醇在人体中的作用 曾经学过医的温道斯也经常会做一些人体解剖实验 1910年在一次研究中 温道斯同样解剖了一句生前发作过心脚痛 并且死于心脏病的患者的尸体 他在这具尸体的心脏血管斑块中 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杂质 这些杂质引起了温道斯的注意 他马上对这些杂质做了检测 结果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胆固醇 而且含量竟然是正常人的20倍以上 原来胆固醇竟然是引发心脏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人体的心脏血管里 为什么会有如此高含量的胆固醇呢 那么人体当中的这些胆固醇都是从哪来的呢 肯定是被我们吃进去的 当年还有人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专门进行了动物实验 1913年的时候 以阿尼奇科夫为代表的几位研究者 就用兔子进行了这个实验 他们往兔子的食物当中添加了不少的蛋黄 动物大脑这一类的东西 吃多了脑花的兔子经过解剖之后发现 它的血管当中就形成了周样硬化 而且经过分析之后 这些兔子体内的胆固醇的含量急剧增高 这也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胆固醇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自己贪嘴 毫无节制地使劲吃导致的一个恶果 这个实验结果一经公布 很多人都吓了一跳 哦 原来吃下蛋黄这类的食品之后 会导致我们的胆固醇升高 会让我们得上心脏病 那怎么办呢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吃这些东西了 阿尼奇科夫等人的实验 证明了有一部分胆固醇是跑到了血液里 并且形成了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一时间 在科学家的眼里 胆固醇似乎成了一种 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物质 即使之前查尔斯·欧福顿 发现了人体细胞模具中 也含有胆固醇 可是 这同会造成心脏疾病相比 好像它好的一面 已经掩饰不住它坏的一面了 一时之间 人们心中的天平倾斜了 可是 温道斯对于胆固醇的研究还在继续 20世纪20年代 温道斯又有了一个 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惊人发现 胆固醇竟然与人体内维生素D的合成 有着密切的关系 法国化学家西弗卢尔 将胆结石中发现的一种枝类物质 命名为胆固醇 从此 这种被人们猜测是石头还是蜡的物质 有了正式的名字 胆固醇给人们带来种种病痛 甚至是诱发心脏病的重要因素 它糟糕的形象从此在人们心里扎下根来 19世纪末 药理学家查尔斯·欧福顿的发现 令胆固醇愈加扑朔迷离 它竟是人体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德国化学家温道斯 基于前辈们探索出的成果 对胆固醇进行起了研究 结果出乎意料 胆固醇竟然与人体内维生素D的合成有关 那么维生素D的合成 与胆固醇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当时的医学界 对于维生素D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 它可以帮助我们吸收钙质 预防骨质疏松 可以进行勾楼病的治疗 那么维生素D和胆固醇之间的关系 是如何被温道斯发现的呢 这还要从他研究的另外一种物质 脉角固醇说起 脉角固醇在当时的学界 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东西 在温道斯之前 人们就已经发现了 这种固醇是存在于人和动物的皮肤 以及一些酵母菌 真菌当中 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当中 温道斯有一天临时有事 离开了一段时间 顺手把装有脉角固醇的培阳敏 放在了桌子之上 回到实验室之后 温道斯发现 培阳敏当中的脉角固醇的颜色 发生了改变 考虑了一下 肯定是阳光透过窗户 直接照到了培阳敏上 一下午的光照 让脉角固醇改变了颜色 被太阳晒一晒 阳光照一照 颜色就发生了改变 这事挺常见的 我们小的时候 球鞋脏了 刷干净了之后 放在阳台上 希望太阳烤一烤之后 它能够干得更快一些 但是没想到干是干了 你仔细一观察 就会发现 原本雪白的球鞋 有些地方就戴上了一种黄色 看起来很不雅观 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 大太阳天底下 女士们要么打伞 要么多给自己喷点防晒 就是怕自己被晒黑了 如果我们是温道斯 再看到了被阳光照射之后的 麦角固醇 会发生颜色的改变 我们会不会静下心来问一个 为什么呢 大概率我们就自动把它忽略过去了 因为这种现象很常见 但科学家 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 就在于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看到麦角固醇的颜色 发生了改变 温道斯觉得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 是自己所不了解的 改变了颜色的东西 未必就还是麦角固醇 经过一番检测之后 他发现 在这个培阳敏当中 居然出现了维生素D 难道说 经过阳光曝晒之后 麦角固醇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D吗 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跳脱了 温道斯自己都不敢相信 怎么办呢 验证一下吧 于是他就使用了不同波长的紫外线 对麦角固醇进行照射 最后发现 在特定波段的紫外线照射之下 麦角固醇的确可以转化成为维生素D 这也就说明人体是可以自我合成维生素D的 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光照 温道斯对于胆固醇能够合成维生素D的研究 无疑是个大新闻 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人们惊讶 胆固醇不是跟心脏病有关吗 原来 胆固醇这种物质 既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能帮助我们吸收钙 人们在这个时候 几乎又快要淡忘 胆固醇对心脏病的不利影响了 而随后 在20世纪30年代 温道斯的另一项研究 更加巩固了胆固醇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印象 我们来看两张照片 我右手边的这位就是温道斯 旁边的就是他一生的好友 同样也是化学家的维兰德 维兰德研究的是什么呢 他研究的是人体胆汁 在1912年的时候 他成功从人体的胆囊当中提取出了胆脂酸 胆脂酸是人体胆汁的重要组成部分 功能就是帮助人体进行消化 温道斯和他的这位好友 两个人的研究领域是互有交谍 共同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前进 温道斯从好友的工作当中得到了启示 开始研究胆脂酸和胆固醇之间的关系 通过研究温道斯发现 合成胆脂酸的重要原料之一 居然就是胆固醇 维兰德发现的胆脂酸有什么功能 它是帮助人体进行消化的 那么胆固醇呢 它居然是合成胆脂酸的重要原料 这好像就是在向我们暗示 胆固醇绝对不是我们一开始想象的 一无是处的有害物质 相反它可能对于人体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存在 没有了它我们就无法消化食物 随着温道斯等科学家 对于胆固醇一层一层的揭秘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学术界也对胆固醇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 胆固醇这种物质 多存在于人体的大脑和肝脏之中 人的血清中也含有胆固醇 胆固醇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D 也是合成胆脂酸的重要原料 然而在好的一面之外 胆固醇却也是形成可怕的 动脉周样硬化斑块的重要因素 此时温道斯的内心是十分挣扎的 但是科学家的理性也提醒他 要正视胆固醇的好和胆固醇的坏 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科学家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吃进去过量的胆固醇之后 为什么在血液中的含量会超标呢 有一位叫做舍恩海默的科学家 给出了答案 在温道斯继续推动自己研究的时候 有一位德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念 我们通过食物摄取到了脂肪 脂肪进入到人体之后 并不仅仅是堆积在人体的肥胖部位 比如大肚子还有下垂的腹部 反而它的一部分还会出现在血液当中 伴随着血流被输送到了人体的各个部分 提出这个理念的人就是舍恩海默 1936年舍恩海默借助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方式 来验证自己的推想 他找到了五年前刚刚被人们了解的 轻的同位素刀 他把含有刀的脂肪混入到了 实验小鼠的食物当中 每天进行定时定量的投胃 希望借助于刀在小白鼠体内的分布 来确认自己的理论 在一个短短周期为四天的实验里 舍恩海默发现了胆固醇的另一个奥秘 小白鼠体内所有脂肪中的刀含量 是未给小白鼠的食物中全部刀含量的一半 也就是说 小白鼠吃进去的脂肪被储存起来了 而原来在体内储存的脂肪却被消耗掉了 这些脂肪在小白鼠体内进行着快速周转 而运送这类脂肪周转的 就是血管中不断流淌的血液 舍恩海默发现 人摄入的营养物质进入肝脏 转化成为肝油三脂和胆固醇后 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脂肪中 进行长期储存 以提供能量 胆固醇并不是在摄入过量的情况 才会在血液里出现 而是随时存在着 并且随着人体之类的代谢 进行循环消耗和补充 但是如果含胆固醇的食物摄入过多 人体消耗不掉的话 就会像货物滞销一样 血液中胆固醇含量就会超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 人们摆脱了战争的噩梦 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经济的复苏 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生活好的标准之一是什么 其中一项具体的体现 那就是吃得越来越好 战争年代时局动荡 物资供应匮乏 很多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执行了 非常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 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食物 只能满足人体最低的活下去的需求 根本谈不上吃饱吃好 而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之下 想要依靠政府配给的食物 活下去都很艰难 比如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 最为紧张最为困难的阶段 每一个市民只能够每天获得 一百二十五克掺了锯末 以及墙皮灰的黑面包 战争结束之后 市场上的物资供应开始丰富起来 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 要好好地犒劳自己一下 补偿一下过去的亏空 在战争时期 能够饱餐一顿黑面包 就已经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而现在呢 黄油 奶酪 鸡蛋 香肠 牛排 各种肉食应有尽有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只要你能吃得下去 社会生产力上去之后 各种各样的新技术 也随之诞生 农产品 牲畜的产出量 大大增加了 人们的口腹之欲 终于得到了满足 随着经济逐渐繁荣 欧美发达国家生活行为 饮食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各种各样的美食不胜美举 各类高营养高脂肪的精美食物 源源不断被输送到人们的餐桌上 汉堡 炸鸡等加工食物 很快便风靡全球 与此同时 高血脂 高血压 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 也迅速上升 逐渐成为了欧美国家人群 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 医务工作者 对这一伴随经济腾飞 而到来的健康威胁 也是茫然无解 只能笼统地将它们称为 繁荣综合征 在二战之前 温道斯 舍恩海默等科学家 已经对于胆固醇和人体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 在学术界 大家基本上公认 胆固醇会导致出现很多疾病 并且了解了胆固醇 在人体内循环的方式和功能 但民众对于这样的一些知识 并不了解 恰在此时 有一个美国人站了出来 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 胆固醇一定会导致心脏病 对人体根本没有好处 并且把这个结论向大众公布 一时之间 胆固醇就成为导致人 患上心脏病的罪魁祸首 随后他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来验证自己的结论 温道斯前心多年研究胆固醇 不仅发现它可以促进维生素D生成 也确定胆固醇是合成胆汁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德国化学家舍恩海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 胆固醇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人体血液中 不间断地循环、消耗和补充 人们对于胆固醇的印象 在好与坏之间反复徘徊 随着全球经济腾飞 繁荣综合征愈演愈烈 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的发生率 也迅速上升 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人群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 虽然科学家探索胆固醇的脚步从未停止 可这个问题依然迫在眉睫 究竟如何摄入胆固醇才是最安全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七个不同国家 十六个年龄在四十到五十九岁之间的健康男性被选了出来 作为美国心脏协会的随访对象 来帮助科学家研究胆固醇 这项流行病研究横跨七国 所以后来简称七国研究 而这项研究的主导者 就是美国营养学家艾塞尔·凯斯 经过十年的随访之后 艾塞尔·凯斯发现 饮食以蛋白质含量较高的海鲜为主的日本渔民 与饮食酷爱黄油 以动物脂肪摄入为主的芬兰工人 这两个群体 关心病的发生风险相差了十三倍 日本渔民的关心病患病风险 要远远低于芬兰工人 这也就是说 随着饮食中脂肪摄入的增加 会引起血浆中胆固醇水平的增加 心脏疾病发作次数也随之大幅增加 看来 致命的关心病 与血浆里的胆固醇水平 确实成正比 艾塞尔·凯斯的这个观点 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 艾塞尔·凯斯的理论 被很多媒体过度解读之后 就在大众当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胆固醇会导致我们得心脏病 怎么办呢 从此我绝对不吃高油高脂的食物 那我该吃什么呢 我只能去吃各种各样的蔬菜了 这样是为我的健康考虑 但是大家想一想 欧美人的饮食习惯 真的能够摆脱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吗 恐怕是很困难的 因此一方面 有人不遗余力地推广纯素饮食 而有人也在叫苦连天 可是想一想自己得上心脏病之后的可怕情形 还是咬牙要坚持下来 但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实在是太痛苦了 天天吃素实在承受不起 身体都不快乐了 为了心脏的健康 而忽略了快乐 这样的日子真的能过下去吗 其实对于爱塞尔凯斯的理论 当时的学界还是有不少人产生了质疑的 胆固醇对于人体而言 只有坏处就没有好处吗 难道说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当中 就应该完全杜绝胆固醇的存在吗 那从今以后何谈美食这个词呢 这个实话 远在非洲东部乌干达的英国医生特罗维尔 有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 1960年令人棘手的大中性疾病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这让当时医学界和营养学界的专家十分头疼 为了治疗疾病 科学家纷纷投身其中 远在非洲东部国家乌干达的英国医生特罗维尔 在研究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后 大胆猜测 在现代社会被人们抛弃的食物纤维里 隐藏着治病良方 特罗维尔在乌干达从事医疗服务 此时的他正在研究营养性疾病 乌干达的经济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 生活在那里的人大多面黄肌瘦 鸡肠碌碌 仍然过着近似原始的生活 成千上万儿童 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 特罗维尔和同事们调查了当地人的疾病状况 除了显而易见的营养不良以外 特罗维尔还发现了一件令他感到惊奇的事情 困扰发达国家居民的头号杀手 繁荣综合征 在这里却很少出现 这类疾病和人们的饮食习惯是否真的有着密切联系 随着人类陆续发现蛋白质 脂肪和维生素等营养素 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营养的本质 并从营养学的角度来搭配膳食 然而由于认知的局限 在当时根本就没有膳食纤维这个概念 大部分粗纤维食物 一度被认为是可以被去掉的肺渣 20世纪60年代 特罗维尔来到了非洲的乌干达进行医疗服务 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四处寻诊 去帮助那些老百姓诊疗疾病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 当地人虽然会得上各种疾病 但是三高 心脑血管这一类 欧美非常常见的疾病 在这里却非常罕见 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下 底层劳动人民每日的饮食习惯 这些人的饮食当中很少有蛋白质的存在 往往要么是碳水化合物 要么就是普通的蔬菜 由此他就联想到了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饮食结构 导致了当地人很少会患上 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呢 因此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并且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乌干达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糟糕 这就需要特洛维尔到处去寻诊 给当地的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 传说在寻诊的过程中 特洛维尔发现 当地的卫生条件也同样是乱七八糟 很少有厕所这一类的卫生设施 因此在当年的条件下 草地上树林中几乎到处都有大小便的痕迹 在来往寻诊的途中 当地人的粪便引起了特洛维尔的注意 他发现这些人的粪便 看起来跟欧美地区的人们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虽然说地上遍地都是土地雷 但是却很少能闻到恶臭 而且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牛的粪便 特洛维尔联想到 在他给当地人做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 很少听到当地人有抱怨自己有便秘的情况 为何在欧美这些发达地区 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 到了此地之后几乎没有人会得这样的病 是不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带着好奇心 特洛维尔采集了一些当地人的粪便 拿回实验室进行起了研究 特洛维尔相信 乌干达当地居民粪便里那些粗糙的物质 一定在人体内发挥着神奇的作用 回到英国 特洛维尔基于这一发现 开始着手进行有关食物纤维的研究 通过对非洲当地人和欧美国家的饮食习惯 进行分析和对比 他终于弄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 原来当地人每天摄入的食物 大多是香蕉 野菜 玉米 这些植物性食物 含纤维素较多 于是特洛维尔在出版的 《非洲非传染性疾病》一书中提出 通过设施全穀物来预防疾病的理念 他认为 食物中的纤维 与人体健康之间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繁荣综合征发病率与食物纤维的摄入量密切相关 特洛维尔认为 既然食物纤维的摄入与营养密切相关 那么它便不再属于非营养素 纤维素这个名字显然也变得不再合适 特洛维尔决定 为这个被人们忽略的重要营养物质 找到一个更加贴切的定义 1972年 特洛维尔在给一家权威医学杂志社去信的时候 正式提出了膳食纤维的定义 他指出 人体消化酶不能消化的食物成分的总体 可以称为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通常来自植物的细胞臂 包括纤维素 半纤维素 果胶等多糖类碳水化合物和木质素 一般依据其在水中的溶解性 区分成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人们排出体内的垃圾 同时在肠道内形成胶样膜覆盖于肠道表面 减少脂肋吸收 从而达到预防高血脂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疾病发生的效果 特洛维尔的这个观点逐渐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 数据显示在贫穷的非洲东部 人们因为经常吃不到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所以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三高糖尿病问题等等 在当地的发病率都极低 数值之差能够达到十倍以上 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会议上正式宣布 将膳食纤维推荐为人类膳食营养的必需品 并将其列为即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 水之后的第七大营养素 自此膳食纤维作为一门全新的营养科学 进入到了世界科学界 从这时起再没有人说膳食纤维是可有可无的废物了 提到膳食纤维我们都会说 它是一种有用的营养性食物成分 过去我们常常把它当作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但现在终于可以给它一个真正的名分了 那么膳食纤维是如何有效降低胆固醇的呢 具有粘性的水溶性纤维 会在人体小肠内形成一层厚厚的胶样膜 这样不仅减少了胆固醇和胆质酸的吸收 还能促使它们混杂在粪便中排泄出去 由于胆固醇是我们人体制造新胆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意味着必须消耗更多的胆固醇 如此一来膳食纤维便可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了 在二十世纪中期 医学界对于膳食纤维及胆固醇带给人体的影响 已经具备浅显的了解 可膳食纤维的种种作用 究竟能够对人体带来怎样的改善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的左小霞医生 将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 暖食纤维虽然说不会被我们消化和吸收 但是它能够吸附我们没被消化的一些 有毒有害的物质和油脂 减少有毒有害的物质跟我们肠壁的接触 所以说肠道保持比较干净 也就相对来说可以预防一些 比方说跟肠道相关的肠炎痔症 然后便秘 还有肠癌的发生 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相当于家里的垃圾桶 每天要把它清理干净 那我们肠道就少产生一些脂肪 发酵发臭的物质 保持一个肠道比较干净的环境 预防一些肠道疾病 当然它对一些 减少我们一些高高血脂 还有一些高血糖也有一定的帮助 就在膳食纤维被列为第七大营养素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营养协会 对膳食纤维的摄入给出了统一的建议 即每人每天摄入量在25克至35克之间 研究结果表明 当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 在25克至35克之间时 各种疾病风险将最为明显地降低 同时 这种摄入量也不会影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吸收 我要给大家介绍 含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几个代表 首先呢看一下 我这个里边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磨浴丝 磨浴筋粉 每100克呢 含74.4克的膳食纤维 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 吃火锅的时候 我们做汤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粉条替代成磨浴粉 就能摄入到丰富的膳食纤维 好 再看第二类代表 大家看我这个手里边拿的 这是呢是燕麦片 它大概含多少呢 每100克有5.3克的膳食纤维 所以粗粮呢 我们都是一些对摄入膳食纤维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 看第三类 第三类呢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豆类 这个豆类呢 在所有食物中含的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 在这里面呢要夸一夸黄豆 黄豆每100克呢 大概含15.5克的这个膳食纤维 像扁豆啊 这些大概是6.5克 所以说它含的这个膳食纤维 在所有的食物中呢 还是比较比较就是丰富的 我们常吃豆类 不光是说可以补膳食纤维 同时呢还可以补钙和蛋白质 1955年 格福曼用超速离心机 分离携带胆固醇的血浆脂蛋白 成功分离出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格福曼分离出的这些物质 究竟在人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些物质的背后 对人体健康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密码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 副外医院新内科副主任医师 杨敬刚将为我们解答 胆固醇是我们身体 必不可少的一个原料 但是胆固醇呢它不容易水 也就是不容易血 所以胆固醇呢必须和脂蛋白结合 才能在血里面运输 这个运输的成分呢有两大类 一类叫高密度脂蛋白 一类叫低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结合以后呢 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结合以后呢 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这样的话呢 胆固醇就可以在血里面运输 胆固醇呢如果从肝脏向外周的转运 这一类的脂蛋白呢 我们称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那么还有一类呢 胆固醇脂蛋白呢 它是把胆固醇外周转向肝脏 这一类呢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972年 美国两位科学家布朗和哥德斯坦 开始研究家族性高胆固醇的病因 他们发现有家族性高胆固醇的人体内 一种酶发生了遗传变异 而这种变异使得人体内的细胞 而胆固醇的成分中 只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中 从而导致血液中胆固醇含量的增高 也就是说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才是造成高胆固醇的罪魁祸首 如果呢 这个脂蛋白呢 存在一定的问题 就发生了故障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有故障的转运车 发生故障以后 胆固醇就会脱落到血管壁上 甚至钻到血管壁里面 导致动脉专业化 所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 也叫做坏的胆固醇 对于严重的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 有些人可能需要通过血滤 把胆固醇滤出来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一些科学院 副外医院的血脂净化的 这么一个仪器边上 有一位病人正在进行血脂净化 我们把血液呢 通过这个仪器 然后经过一定的滤柱 然后呢 就是可以把多余的胆固醇呢 重新给吸收出来 我们通过血脂净化这个装置 可以看到呢 破滤出来的胆固醇 通过这个管路 最终呢汇集到下面这个袋子里边 过滤较多的胆固醇以后呢 这个袋子就变成了黄色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美国营养学家艾塞尔凯斯 协同美国心脏协会 展开了为期十年的七国研究 最终认定致命的关心病 与血浆里的胆固醇紧密相关 1955年 美国生物物理学家 约翰·葛夫曼 成功将高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进行分离 原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才是人体健康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 远在非洲东部乌干达的 英国医生特罗维尔 将食物纤维的摄入 与人体健康建立联系 膳食纤维自此获得学术定义 膳食纤维降低胆固醇的原理 既然已经得到明确 那么 人们究竟该如何分配饮食结构 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呢 随着医学学者 药理学者 逐渐丰富着胆固醇 及膳食纤维的理论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心其饮食的健康 究竟该多吃什么 怎么吃 才能让人们远离 胆固醇引发的疾病呢 这是 一个名为 地中海饮食的新词 走入人们的视线 这个词的提出者 营养学家艾塞尔凯斯 在走访欧洲各国调研时发现 涉及到希腊 西班牙 意大利 摩洛哥等地 处于地中海沿海的国家和地区 老百姓的心脏病发病率很低 普遍寿命长 而且很少患有糖尿病 高血脂等等 这些慢性心血管疾病 他认为 这样的情况 一定与当地人的饮食结构 有所关联 地中海饮食呢 对于我们心血管病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它在我们全球几次健康饮食方面 都榜上有名 都是位列第一位 地中海饮食的特点呢 主要是新鲜的水果 蔬菜 然后豆制品为主啊 还有一些鱼类 以及禽类 它的油呢 一般使用的是橄榄油 少量的 也用一些牛奶和红酒 总体来讲呢 地中海饮食 在很多的研究里面 都证明了 它对心血管病 对糖尿病 还对一些减肥呢 都有一定的益处 它反对我们所说的 是一个深加工的食物 在所有的肉类里面呢 它首先提倡的是鱼类 少量的禽类 而红肉呢 相对来讲比较少 那么在中国呢 也可以以这种地中海饮食呢 作为我们健康饮食的原则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 新鲜的水果蔬菜啊 坚果啊 豆制品呢 可以用豆腐来代替啊 鱼类尤其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我们现在是提倡 正常人呢 每周都要吃两次鱼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呢 饮食实际上就是构成了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器官 所以呢 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让我们更长寿 首先要从饮食做起 很多人都说 血液中胆固醇的指数超标 是一种吃出来的疾病 而心脑血管疾病 也是一种负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我们的健康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 它是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 同时它还能帮助我们预防很多疾病 甚至帮助我们把多余的胆固醇带出体外 膳食纤维和胆固醇都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 每日在饮食的时候我们都要科学合理地搭配 只有这样才能够吃出健康 吃出快乐的人生 最后啊 祝愿大家都有好胃口 好心情 好身体 从人类第一次发现胆固醇 到命名胆固醇 从层层剖析胆固醇在人体中的功能作用 到结使它会诱发的种种疾病 人们经历了从无知盲目到理性的漫长历程 在这场求知之旅中 医学 化学 药理学 营养学等各种学科纷纷加入 原本被当作肺渣的膳食纤维 成为了人类需要的营养素 如今 人们意识到科学膳食的重要 而这一切都证明了科学在不断地发展 趣味存真的科学精神在不断传承 相信随着营养学研究的深入 和营养知识的广泛普及 人类还会有更奇妙的发现 特有的辣味不一般的巨星纹脸 它是厨师们的调味蜜器 还是古老的传统药物 特别的风味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特别物质 调理健康的功效 又是什么成分发挥了作用 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 了不起的蔬菜 温暖的酱 酱起不出